今天是推介小米1810 选择原因是带市延续反弹行程 恒指已到达小商底目标25700区 短期有望上市26500区 新经济股反弹 股份可以留意小米 小米董事长雷军 昨天在投资者会议上公布 小米造车和团队各项工作的进展 都是远超预期 预计小米汽车2024年上半年会正式量产 小米自家电动车提早问史 不消息刺激小米全日升超过5% 收报22.5 并且以超过32亿元的大成交配合 走势转强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21.5附近买入 目标先看26元 失手20元减持